好,玩具TV第29多季第四集 第四集,剛剛玩完這麼養眼的東西 是,繼續都是養眼 其實大家看完這套戲的評論也挺兩極的 是,我自己來說是對於 Shin Kamalaida的造型是支持的 漂亮的,我都覺得漂亮的 坦白說,你問我那兩個男主角就選角 我覺得這個更漂亮一點 這個人的哥哥好像更有型一點的感覺 不敢說,我覺得他們三個都是最高級的 但是你戴角就不會有很大的要求 所以變成是合入形入格的 沒錯,一郎即是哥哥 這套戲要講,我有時間講 明早還未講完 所以馬上,我們今次要介紹的就是 宣造1、2號都出到N 對,出了一個,一個 1號出了一個 兩個,1號出了兩個 1、2號出了一個 我試試認真地數 1號,然後面具1號 就是人球1號 然後2號 還有MJJ1號 然後2號 2號,有沒有其他特別的 未有 1加2號 1加2,不過未出 然後0號 另外兩產 對,雙方不一定要ternet 當然оз了 下次知道 之下的一個也是雲限的商品 沒錯 很Anyone 盒 用另外一帶の藍色色 tone 我覺得看上去非常有型 他的主體 leadership 先轉一個圈給大家看 它的頭盔很紮繩 原來它的頭盔好像做了一些紫紫藍藍的漸變效果 其實這個真的值得一說 因為它除了本身頭盔之外 身體也用了這個效果 如果看到電影是不覺得的 而且它的觸鬚也是 所以反而是做樣做樣的 轉完一個圈給大家看完之後 給大家看一看 不好意思我有一條蠢問題想問一下 是 有多蠢 我不看特攝 所以我不知道 其實這個角色在舊的電視劇 是完全沒有的 是新作的 是鵪野導演的一個新設定的角色 怪人 超人 因為它說自己是Caman Rider Zero 但我覺得蝴蝶改造人的名字會更加認識 挺有型 好 配件方面 拳頭包 現有的 八個 八隻 對 另外也有沒有著燈的眼 這個很漂亮 這個是一個 好像暗了紫色的頭 紫色的眼罩 是 這個很細心 當然 全部都是銀底的 好 待會兒 我不動了 整件東西都很仔細 低一點 謝謝 對 現在這個就是粉紅色 就是著燈 阿德哥 手拿著這個紫色的 就是未著燈的眼 對 捧著頭盔 就是深紫色的 這個很好 我覺得 之前好像一號二號都沒有這些 不要動了 一號二號都沒有這個 開燈 對 對 開燈 就是直接去 對 好 當然 最重要 我自己覺得就是這個 頭髮的配件 轉頭再用 先動一下 好 交給你了 好 轉右圈 其實剛才Ricky 都說得很詳細 你會看到 本身 特別在看一看 旁邊 你會看到 頭盔後面 已經有 一個很不明顯 但其實你都看到的 白色的一些標誌 就是Shoker的字樣 另外 後面 跟其他蒙面超人的頭盔一樣 都是有這個 它的名字 因為太細 可能我都要 控到埋一埋 放大才看到 發生什麼事 好 當然就是這個 這麼漂亮的瘦法 但是 是不是很硬的 會不會影響到 絕對會影響到 絕對會影響到 當然 你會看到 大家側看 看得清楚一點 就是 就著它那個 我叫面罩 或者嘴 蝴蝶的口氣 對 那個 形狀也做得很漂亮 當然 一郎 最大的特色 就是 這條 白色的頸巾 我已經說了 改造屋 沒有改造屋 對 接著就到一個 對 蝴蝶型的胸腹肌 其實 真的很帥 出鸳魚的手 不定 真的不知道 他這一刻又做得很 其實很棒 我印象中 好像 零號是出鸳魚的 是 當然有 錯性更正 你會看到 其實 Rutti說得很清楚 他的胸甲 用了這個 蝴蝶條紋 蝴蝶條紋 之餘 你會看到 他用了一種 漸變色 白 灰 淺藍 深藍 慢慢滲到外面 你會看到 最棒的就是 胸口 和 腹部 加起來 整個 蝴蝶條紋 當然 我也想提一提 大家小心 這個中間 心臟位置 原本是有塊膠 你拔的時候小心點 否則正常 都會整顆 整顆飛出來 地板精靈的機會 對 因為這裡有一顆 就是突起了出來 對 裡面其實是一個波頭 所以變了 小心點 當然 可不可以鎖到腰帶 雙風車 待一會 不如你遷就我 有眼控制 待一會 好了 不要動 拉打來說 最重要是 一定是他的腰帶 看到本身的雙風車造型 這個絕對不是V3 藍銀黑就是主色 也非常清晰的 每一個部位都 看上去 其實一個真真正正成功的設計 就是 你看上去以為很簡單 或者用一些很簡單的線條 將一些很複雜 或者很有抽象 然後將它實體化了的意念 帶給大家 它是絕對做得到的 是做得到的 所以變成我 其實我是挺喜歡零號這個設計 好了 真正在動一下 這兩個關係 就是這樣 當然頭髮是可以換的 向前就沒問題 當然左右的不會有甚麼關係 因為它本身是靠頭頸頸 和胸口的波頭 因為手也要遷就它的造型 你會見到這個胸口位是有另外做多一件件去遮醜 遮醜之餘,始終它是一件衣服 變成它沒有特別在這個手臂位再做一個橫切 始終如果要轉的話,只可以靠這個上腕和前腕 它的橫切就會放在這個手肘位 變成影響就會較小 整個手型來說,不算破壞衣服的感覺很嚴重 當然,前腕其實是大家耳熟能長的一個波頭 所以我不多介紹 因為本身就著它的造型,特別是胸口和小腹這麼漂亮的蝴蝶紋 它向前移動的時候,其實某程度上都會有少許障礙 那它的胸口那一顆東西會不會頂到它呢? 如果向前? 如果向後的話,你就會看到本身它的設計 它會零零射在這個胸口位做一塊件 用一個波頭頂住 當然,你向上屈的時候,它也可以跟著它向上移動 哦,即是一塊東西都可以 遮住了 哦 當然,你說去到這麼盡,這條腕都避不住了 但玩的時候,這顆東西我覺得是最容易脫的 所以變成動的時候,你不刻意把它放在地上 你就真的要小心一點 本身的胸口也有一些基本的可動 但當然最主要就是方便你的前臂 動的時候,你就可以移進一點 哦 放下的時候,美觀一點,你可以拉出來 整個蝴蝶的翼這樣 所以這個設計也不錯 其他腰的一般正常,我不多說了 腳 90度 因為本身它的腰帶都會有些障礙 所以變成它90度就極限了 那當然,你說下肢的其他可動就不會有問題 這個膝關節 不可以說是對摺 但它因為你看到其實是一個蝸 它大概都是可以回到 一百一十多度 都夠了 因為本身也是一個高跟鞋 變成它整個蝸型都很漂亮 而且看見它全身都是一些三文的設計 所以看起來的象徵度也很高 這個跟一號一樣是穿高跟鞋 是呀,是二號不用的 當然動的幅度也不錯 正常東西不可以說很好 但絕對是夠玩的 看它可不可以做 好了,即是換一下髮型 這次有沒有人去眼睫毛店 那些假髮店 做一些頭髮給它呢 這個真的要等高手 搞完之後 都可以試一試 因為上次一號很多人都說 做過假眼睫毛 真的差很遠 買個假眼睫毛的 頭髮位 都要換一下手 雖然老實說 配件不多 亦沒有特別大的兼密 但其實整個東西 如果你真的喜歡零號的話 我想說這隻東西 其實都不會令你失望 不過既然都說開Centermen Rider 最後這一場的格鬥戲 真的令人失望 爛仔膠 爛仔膠 沒有美感 沒有特別的高潮感覺 不過 看到整隻東西是很漂亮的 既然現在都已經做了一個 頭髮翻開的造型出來 大家都不差在Close up 看上它背部 其實整件東西 某程度上是一絲不久 我真的沒有特別可以定格 看到零號的背部 我現在才知道 原來它後面的花紋 是很有動植物的感覺 當然它本身是靠背部 去吸收能量 變成可能有這樣的 條紋和造型 但是你真的拿著SHF 你才知道原來是這樣的 最後 這是那些旋轉大風車腳 我沒有補充 壓迫的護充 帥哥 帥哥 厲害 這個難道就是 全雪樽的倒轉Rider Kick 因為你記不記得 這個真是經典 重點要記住 大家玩這東西的時候 小心這對觸角 因為硬膠之餘 你不會有事 你放入盒的時候 它有一塊 零碎碎的膠吸索 你不要扔 做一個Protection 這樣就可以了 稍後見 好的 稍後見 好 好